大家都知道你是演《太子妃生殖记》出道的 对 对吧 那你的第一部作品就这么火热的话 你会不会害怕之后 很难有作品再达到这样的高度 怕 真的怕 你没办法 有些时候你能选择一个剧本 或者说制片方导演能选择到你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两边之间都要有这种气号 就是你对剧本感兴趣 他们对你感兴趣 觉得你OK 你可以演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也不害怕会有什么 会有之后的作品不够好 对 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 演技不好告诉我 自己改 好 谢谢 以上就是我的签 谢谢 大家觉得他回来得怎么样 那我也觉得可以 我特别喜欢朋友们的回答 就我发现你很聪明 感觉你志向情商都还蛮高的 你不会让人觉得很假 我觉得你一定不会是属于 被招黑的那一类的艺人 我招黑的唯一原因可能是我丑 我招黑的唯一原因可能是我丑 你会往谐心方面发展吗 对 只要能接到吻戏 来 我们下一个问题好不好 重新吃 第一个吧 第一个 大家好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文艺之声的记者王雪 那我这个问题给张明恩吧 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大家认识你是通过 老九门 和神 这样的一些民国悬疑剧 那我想问问你会不会 也想接一些其他类型的影视剧呢 因为公司给我接的就是这个 我也很想拍别的 那你特别想拍什么类型的 我也想拍位置 没有开玩笑 只是赶上了机遇问题 也就是赶上两个民国戏 接着就连拍了 我其实也挺想拍拍 那个现代戏的 爱情戏想过吗 可以 如果拍爱情戏的话 就会有很多大尺度的激情戏 你可以接受吗 我可以 你最大的尺度是到 看导演给我多大尺度了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问题 谢谢 他回答就怎么样了 那我也觉得可以 大家好 我是记者陈佳 那我的问题想问一下盛池和一博 两位已经有一年以上的 主持人经验了 那我们的何大宝呢 作为新进的主持人 你们有没有什么经验 要分享给大宝 我不算主持吧 我不算主持吧 我 我就跟着哥哥们 在台上混吧 混 就是一点 二十多年 然后结果被打了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我的担当可能就是 负责一些互动 游戏那方面 主要说的话 还是一些哥哥们在手 苦